各位看官老爷好 欢迎回来 阿甘在此等候多时了 自从礼堂统天下之后 太子和秦王 齐王之间的纷争 就从未停歇 明里暗里多少次阴谋诡计 如今到了见分晓的时候了 上回说到 秦王在长河的支持下 先行进攻 挟持了李渊 并在玄武门后的树林里布满扶兵 只等太子和齐王一道 瓮中捉鳖 而太子太过于自信 加之操之过急 没有谋划周密就开始动手 这一失误 也将导致他最终的失败 在请要进玄武门之前 秦王无意中批见 从城门门轴上流下来的油 顿时警觉 原来秦王为了自己 提前进攻的事情 不被人察觉 于是安排长河在门轴上游 这样一来 开城门的声音就会减弱 被人发现的风险 也就会更小 虽然齐王疑惑城门与平时大不相同 但是在太子的不以为然里 最终还是半信半疑地进了城门 不再追究 齐王其实是一个很在乎细节 也很谨慎的人 也许是因为他多疑的心思 所以他对任何人都持质疑的态度 哪怕是太子的亲随长河 他也不会完全信任 毕竟他和太子之间不仅仅是合作关系 下一秒可能就是竞争关系 再者 齐王怀疑的也并不是他人 而是他身边的太子 因为长河是太子的人 所以只要是玄武们有任何小问题 那么在他看来 最大的可能就是太子做的手脚 实际上 齐王也把太子看穿他的心思 欲擒故纵 准备埋伏他一手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将是他始料未及的 所以他迟疑了 齐王最终还是进了玄武门 毕竟和太子相比 秦王才是最大的对手 可是谁也想不到 他们刚一进去 城门就迅速地被关上了 外面的千军万马 和自己隔在了两个世界 秦王的弓箭也已在手 一切都来不及了 被扶着回宫的李渊 头发在半天不到的时间里 全白了 他颤颤巍巍地走着 昨天他还是一个 不怒自卫的君主 现在他已然是一个 失魂落魄的香烟老头 看着跪在地上的秦王 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他知道 另外的两个儿子 永远也见不到了 可是他能怨恨谁吗 难道他能下令 让人处死这个唯一的儿子 然后孤独残生 百年之后将江山拱守他人 不能 他只是后悔 如果当初没有犹豫 直接立秦王为太子 那么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最起码不用像如今这样 兄弟自相残杀 他自己顽景凄凉 甚至如果没有这天下 会不会此时正享受着 父子之情 天伦之乐 午夜梦回 秦王也次次惊醒 如今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可是却怎么也睡不安稳了 为了权利和天下 守身自己的兄弟 到底真的值吗 可是他也只能安慰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只是他付出的代价 故于沉重 仅此而已 如今 坐上太子之位的他 又掌握着天下兵马 实际上 已经架空了身为皇帝的李渊 皇帝如今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 而在太极宫里 每天除了喝酒五月 就别无踏实的李渊 也有了退位的心思 如今的李渊 什么都不想了 这样争夺一生 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抱着那个位子不放 又有什么意思呢 正如裴继所说 无论怎么样 最起码天下还是李家的 或许这样就足够了 而且 现在的太子 无论在哪方面都做得很好 称得上一位英明的君主了 也是时候 知会太子 做好继承的准备了 而以前的秦王 现在的太子李世民 远谋多虑 已经开始早早地考虑 如何彻底征服 草原十八部的人选了 虽然如今国力依旧空虚 需要好多年才能恢复 可是这样的大事 不得不早做准备 在讨论够后 李世民最终决定 让与薛万彻交毫的李静 去请这位原来的东宫亲随 可是正如秦王府原来的幕僚 对这些人抱有偏见一样 前东宫的人也并不信任太子 薛万彻 怕因为为前太子做事而受牵连 避而不见 直到见到李世民的守令 才明白自己不会有性命之余 才彻底放下心来 违宪太子所用 自此李世民想要征集全部前太子手下能臣的心思 也愈加坚定 以前的恩怨不再计较 他只想让天下和解 能在这些人的协助下 共同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成为真正的太平天子 另一边 前太子另一位重要谋臣 也正忧心不已 那就是提议让前太子杀了秦王的魏征 如果说其他人还最有可熟的话 那么他就必死无疑了 即使李世民再宽宏大量 总不能饶恕一个三番两次想要杀他的人吧 可是如今李世民却并不派人捉纳自己 也没有人来监视自己 那么大的罪责是绝对不可能不管不顾的 如今的他也只能等 跑又能跑哪里去呢 这天下又哪里不属于大唐呢 再说长安城既被森严 自己出不了城门就会被抓回来 既然或许死是唯一的结果 那么他也只能给当今太子留一份奏书 这八条建议里面 只要太子可以采纳三条 那么国家繁荣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就不是问题了 对于他而言 为谁尽忠不重要 生死也不重要 只要是有利于江山社稷 那么自己也死而无憾了 正在魏征处理好一切之后 太子李世民的召见也随之而来 这一去是生是死就不得而知了 见到李世民之后 面对魏征不卑不亢 唯唯而谈 李世民不知道 自己是该杀还是不该杀 该杀的理由只有一条 那就是此人有杀自己之心 可是不杀的理由却有太多 首先就是此人能力出众 又不会恶欲奉承 一心意以江山为重 其次自己还要输拢 其他钱太子手下 如果杀了此人 岂不是含了其他人的心 对于魏征 到底是杀还是不杀 而对于那些逃亡各地的钱太子 齐王旧臣 又该用什么样的办法 让他们主动回来呢 各位看观老爷们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 阿甘恭候明天 应该到来